第30題,請問在自備二氧化碳的實驗中,必須使用下鏈哪些實用藥品及器材較為適當? 我們在實驗室做氧化碳是用我們的吸塩酸加上我們的碳酸蓋像大理石啊,貝殼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有鉀,我們需要有餅,那麼就是大理石加上吸塩酸 然後呢,我們需要一個劑頭漏斗,然後呢,它的場景要沒入水中,盡量堅硬底部,避免氣體溢出 所以呢,我們的物跟擠的裝置呢,我們應該選擇的是擠 然後呢,再用排水集氣法收集,所以呢,我們會用的是鑫 所以我們會需要的藥品跟器材呢,有夾、餅、擠、鑫 因此,我們第三時,因為我們說,必須使用下鏈哪些藥品及器材較為適當,我們答案選擇是A,夾、餅、擠、鑫